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团结联明的立法委员罗进昌 欢迎大家收看台湾公庭的节目 我们知道希腊的人民来讲一向是生活安逸 他们的公务员也都是早早退休 他们所领的优渥的退休金 更是常让邻国羡慕的对象 自2001年起 希腊政府为了让国债比例 符合加入欧元区的刑事条件 和高盛银行进行一连串的财务杠杆操作 侥幸的加入了欧元区以后 又将机场间热透等未来收入 以类似的方法对外出售 也将抵押贷款转为名目上的委外所得 这样子巧莉名目所得的钱 其中大半用于在盛大举办2004年的奥运 其结果当然是亏损累累 之后又陆续向欧元区国家 IMF EFSF等借款纾困 总贷额已高达了3500亿的欧元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希腊的公共财政问题也就跟着爆发了 面对这种财政问题 反观我们台湾我们政府的负债 也是逐年跳升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 今年度中央与地方政府潜藏负债 共17兆又500亿 若再加上中央与地方的长期债务 短期借款等政府总负债高达24兆 大约是7000亿欧元 比希腊的还高 其中军公教退休新旧制的支出 就占了8.3兆 所贴补的18%的优存利息 也持续侵蚀我们政府财政 财政黑洞恐怕是我们永无止境的一个噩梦 台湾有可能会步上希腊的后尘 可是我们的财经总舵手 也就是我们的国发会主委杜子军 他竟然表示希腊是因为外债多 但台湾是零外债 台湾和希腊相比 台湾应该是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他这种说法真是 七月半啊不知道是多少 杜子军的说法 有两点错误 第一 台湾虽然是零外债 却是高国债的一个国家 零外债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事 它代表的是我们在国外借不到钱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负债 也不代表我们的财政状况是良好的 第二 零外债国家不出事就好 一出事其实是更麻烦 因为什么 外国的话跟他们无关 他们不会关心我们 我们连要赖账的机会都没有 到时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也不能期望国外来给我们纾困 由此可看来 是不是台湾如果出问题是比希腊还要惨呢 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堂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堂